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久不见 对 这个也是421版本以来应该是第一场的解说对不对 对的 那近期的话其实我们大概也是看了一下 基本上队伍的话都已经亮过相了 也是基本对于我们每一支队伍在421的一个版本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那你这边的话怎么看呢 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点 我觉得对我来说印象比较深刻的点 也跟今天的队伍比较有关系嘛 就是BLGM和LNGM的那个让二追三的那五局打满 其实那五局打的我蛮蛮惊讶的说实话 就是跟我印象中的当前版本的这个预测不太一样 然后各位选手包括10位选手都是给了我一个不一样的惊喜 然后会让我重新审视一下当前赛场的版本 确实 那么不管怎样的话我们还是可以期待一下咱们今天的一个比赛 今天的话4支队伍的话其实对于我们来说都不陌生 对不对你看LF包括BLGM的话 确实一个是我们目前来讲就是很有压制力的一支队伍 就是很全面的 另一支的话BLGM的话在这个版本的一个适配程度 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而且他们确实也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惊喜 那我们今天的话不管怎么样还是可以看一看 BLGM今天究竟会不会有一个很好的发挥 好我们先看一下目前的一个积分排名情况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们目前的话可以看到积分排名的话排在第一的LF 排在第二的OMG的话都是拿到了四个积分 那你像Aster啊BLGM的话都是两个积分 包括今天的话LMGM也是两个还有TK 那再往后排的话ODG ZGDX以及ESG的话 都是拿到了他们本赛季的分数 但是比较遗憾的是ACT目前还没有得分 所以也是需要加加油的 是的 那今天的比赛是 对我就说今天的话其实都有机会我们也许能看到 就是在积分榜的一个变化 因为要上场的四支队伍的话 现在整体可以看到他们跟前后的两支 就是整体积分的话差距不大 是的 尤其是BLG和LNG这两支阵队 其实今天的输赢对他们来说可能四五位就要定下来了 是的 那么看一下今日赛程 今天的话是有两个大场 第一场的话是有LF对战到BLGM 第二场的话是有LMGM对战到ESG 是的 那你个人的话就刚刚也有聊到过 可能对于这个BLGM以及LNG的话 我印象深刻一点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首发名单 好的那也是可以看到LF这边那个首发的话 依旧也是很稳定啊 上路的小伟打野的空的中路的哈迪斯下路 叶蓝加上摸摸头 是的 让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对手 BLGM这边上场的是上路卡特纳刀割 打野七七中路坑坑 下路的组合是Sakuna和Avanger 比如说Avanger这个图形跟我蛮像的 跟你蛮像啊 那你怎么那KQ呢 KQ跟你像不像 KQ怎么说呢 KQ老师打的跟我不是一个位置 不是一个位置 Vanger跟你也不是一个位置 所以我觉得你们要不讨论一下组个OPL三剑客吧怎么样 哇 这也不是不行 今天的话 甚至是荣幸 对你看第一个大场的话 LF队战到BLGM 我真的是可以期待一下这一场 因为LF队战队的话 他们是整体 就是如果说我们把每个位置 甚至说他们的一个每项能力 都有一个数据的话 他们这个数值绝对是拉慢的 这支队伍他没有什么明显的短板 包括他们的一个整体的节奏 是非常缜密的 当中的话 像他们在运营方面啊 一些细节方面的一些处理 也都是特别好的 很少有队伍就是说 能够在前中期把他们的一个节奏给带回 就包括说很多队伍 其实面对到LF比较头疼的一点是 你往往就是说 无形当中就被LF带着节奏去走呢 就是很忌讳就是打LF的时候 把这个节奏送给LF 所以这个的话也是 大家可能有时候会 问到LF为什么这么强 强的点可能就在这里 就是没有比较明显的短板 无论什么像他们的一个试绳池也好 包括他们的一个 适应能量的阵容也好 都是非常不错的 我们现在看一下预测啊 看一下在这轮开始之前 我们的节奏都是给出人家的比赛 我们非常整齐 很整齐对吧 我抄的是阿伯老师的作业 开抄啊 你也抄我作业 这个一共也喜欢抄我作业 对 开抄 你们俩都不要这样 我每次都是反正点斗都去选的 那反观就是说 OK要好学生吧 确实确实 反观LF的对手不要这样 这边的话 确实在近期的一个比赛当中 真的是给了我们很大的惊喜 咱就先不说那天的让二追三 包括他们现在的话 整体啊 从BP方向看的话 其实也能统结出一些东西 他们的BP是有一些改变的 而且他们每一次在BP的时候 都会根据不同的队伍去做一些 位置上的针对 你包括就是说 他们除了就是给位置方面的针对之外的话 自己的一个阵容体系 也是练的蛮多套的 就是那天有采访到七七嘛 就是采访那天环节的话 都不敢再去往下深挖 再去问了 再挖就挖战术了是吧 对对对 因为七七的话 就这个他就是人很实称嘛 就是那种他有聊到 我们心思抢的话 可能对这些人 就是另外一个套路 当时我们就说 赶紧打住了 就不能讲了 就不能再说了 就不能再讲了 对对对对 再不能说下去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也是比较期待一下 今天表战 他们队上的LF 又会有一种怎样的一个 制容方面的转变 其实今天这个还是蛮关键的 像LF这个队伍的话 他就是五个人五个位置 然后他们磨合程度是非常好的 而且也是配合了非常久 而且这支队伍他们有team 所以非常存在 是的 对 加出情绿 都是唧唧痛苦 都是满的 满琴奖 建优票颁发一个五人组满琴奖 对对对 而且他们整体就是说 在配合方面 包括他们的一个训练的一些方面的话 其实这一方面 无疑就是一个默契程度 是有一个很大的增值的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双方的一个BPR 当然标权有一个优势 就是他们这边的一个位置 会频繁地去转换 像之前的一个比赛的话 经常可以看到 当然这个的话 也是很容易去给其他队伍 造成一个迷惑性的情况 也就是说 这一局我选到的就是 他到底是谁在玩 是去走哪个位置 都不一样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BPR 摇摆是一个很恐怖的东西 那LF这边的话 一手也是翻掉了云外镜 之前的话 清川老师在游乐赛当中 云外镜还是非常亮眼 那这一手的话 确实翻掉也算是一手针对的 而且云外镜之前就是说 卡塔娜在玩到的时候 也是连拿两局的MVP 确实是给对方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是的 云外镜当前版本是一个团战位置 你不得不去处理 但处理有处理不好的试试 一旦不能在对线期拿到优势的话 其实云外镜就会成为LF这种队伍 或者说其他任何队伍都可以成为一个大隐患 就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团战就会因为云外镜而施展 对 因为本身你对线方面的话 如果说你要去处理他 很有可能就是说很难抓 而且还要浪费时间 但你就不管他吧 可能如果说拿不到一些比较好对线的试试的话 又比较难受 那包括在打团的时候跟队友的一个配合的话 他是可以上去吸收很多伤害的 他的一个后进场 包括其实他也有保人的能力 都是可以的 尽管用退格手 那我们看一下第二手的话 这边鬼使白以及鬼用完的话 也是直接送进了班位而本官 比较GM这边的话 作为后手房 他们的班人的话 目前的一个版本班 班的还是比较多的 比较大约晚 包括现在T0上单的卸击都按掉 那清房主也是直接锁掉 那这一手啊 LF如果说拿到重施的话 现在可能比较GM要考虑一个点 就是说研磨这个点怎么去搬 如果说研磨点你要是不拿的话 就有可能LF直接重施加研磨 重施加研磨 对当前版本的胜率其实蛮高的 你会发现很多队伍拿到了重施之后 可能在第三手或者第四手 敲下一手 对手没有拿的研磨的时候 就会打成一个射手前期没有什么发力 但是只要你不针对到他 后期研磨加上重施 可能会影响整个团战战局的这个状态 那果然现在就拿到了研磨和白童子 研磨直接强 就给你强拆这个体系 那包括白童子的话也是快速的锁一下 确实白童子的话 在近期的一个赛场上的表现 还是非常不错的 像那天Aster拿到之后的话 中路的白童子 你甭管对谁 当时我记得对方是选了三个 这个花鸟圈 还有棉花 包括有鬼使白 就是一局当中选了这三个 但是走到中路的话 你真的任何一个人来 可能兑现白童子 他都会连失一下 就不好counter 因为白童子太过灵活了 而且之前那个版本的加强 会使得白童子在中路的伤害 不再那么疲软 所以是指挥选手们可能都会比较喜欢 对 霸主 可以看到LF这边的话 也是拿到了欲转金加上鬼切 其实鬼切这个点的话还不错 而且LF的话 近期的一个比赛 尽管说版本有跟谍 但是我们会发现 其实他们有时候的话 阵容选的也是比较常规的 就跟之前的话 其实有时候你再看一下的话 没有发生太大变化 但是他们就是能够打出一个特效果 为什么 这个也是对于整体的一个节奏 是的 我就算跟那个粉丝交流 我说你们为什么喜欢LF 他们说LF是站在OPL山顶的人 而其他队都是在上山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因为LF五个人配合太好了 对 所以大家也是会向他们去学习 去吸血人家身上的一些优点 这样的话可以不断地去进步 当然确实我们其他队伍的一个学习能力 也真的是蛮强的 大家在这个赛季的话进步都特别大 好 那可以看到这边的话 李毛选择完之后的话 第二轮一个班人 其实拿到虫师之后的话 如果说你再给一手研磨 基本上你拿一些硬斧出来的话 其实还是很难去直接第一套 就能够把这个研磨给击杀掉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LF这边的话 是针对到了山童 山童的话也算是对 Avengers一手针对 那弥斗子现在还在 如果说要详细去搬这个硬斧的话 山童跟弥斗子这两个点 要不要同时去暗死吗 其实我觉得可以搬一手 先守卫能够打出节奏的打野 防止鬼切这边拿不到节奏 好的 这边的话是Bounce 当然是小秀 那反观BioJAM的话 最后两手呢 包括马苍烟啊 以及这个凉花的话 都是进行一个封锁 那这边可以看到 想要拿弥斗子 弥斗子的话 因为没有上到班尾 尽管搬了一个山童的话 但是这边还是可以去选择弥斗子的 包括这一手弥斗子 要不要拿的话 其实也有其他一些选项 但是可以看到直接锁下来了 而且这个弥斗子 现在是可以摇摆位去 摇去砸野 就是在这个点上的话 确实也可以 但是感觉对BioJAM来说 我觉得他们是不是想换一手打野 因为现在打野的一个选项 还特别多 但是反过LF这边的话 因为对方毕竟是个白童子 如果说你在线上 不拿一些比较好去对线 或者说轻战能力比较强的市场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难受啊 自己的这个队友 包括野区的话 所以拿到了一手 你是安娜 最后的话补了一个 阿炭啊 阿炭的话 阿炭的话在近期的一个上场率 还是蛮够的 但是感觉胜率的话 是特别无小的 是的 其实我觉得 你看LF整个阵容体系拿出来之后 基本拿的都是前一版本和这一版本 都能用的是什么 就是万金有 他们在阵容的转换上 其实不需要做到过于灵活 就能够应付上去版本所有的改动 而BioJAM这边拿掉的话 其实研磨和白童子这个点 也能够打出一个poke式型的伤害 而且迷斗子是能够不错的保护研磨的 再加上上路的一个迷猫 可以在整个的团战中造成一个不少的伤控 是的 可以看到最后的话 七七是拿了手研磨 刚刚的话他在纠结 就是一版木棉或者说研磨这个点 其实刚刚的话也有 我其实也有考虑到研磨这个点 因为现在的话 你看对方服务第一手是重施 然后大跃完没有的情况下 其实研磨没有什么天敌的 包括山童也没有 山童的话有时候真的会对研磨 你这一堵墙放下来的话 就是很有可能就很难受 就不要过了 但是现在的话 对研磨是最后Punker也拿出来的 其实能够去 限制到他的点不是说特别多了 但这一局的话 其实研磨的发育还是蛮关键的 因为这个阵容的话 可能保护能力没有想象的那么好 他们这边的话在打团方面 一个是米豆子 一个是李猫的话 可能要去分担一个点 要来看一下研磨的位置 你像对方的这个阵容拿下来 又有炭智狼又有鬼切 想要去激活后排的一个阎磨 这两个人都是有机会的生存 而且这边拿了一个能冲振 能带人走或者说能开团的一个孟婆 而孟婆这个点打孟婆体系的话 BLGM也是有在赛场上体现过的 而且效果非常好 是的 但是我们反观 就BLGM这个阵容的话 可能会打团稍微好一点 因为他们这个阵容的话 单带点可能就没有说那么好了 你像对方的话 单带点有炭智狼 就是炭智狼这个点单带的话 你势必要去分一个人 去管这条路的线 但是如果说 战尔八戒我们算打团的话 其实BLGM这个阵容的话 又有墙开 然后又有孟婆 然后带球撞人 又可以去突进去 当然白童子这个点的话很关键 如果说前中期的话 想要去打开一些曲面的话 白童子跟打野 或者说跟两条线上的一个互动的话 可能要多一点 因为这个点的话 他前中期能够拿到有什么 他能做的事情就比较多 反观炎魔的话 可能没有像城市一样 这么好的一个 保护能力的辅助的话 他可能是需要注意一下 自己的一个输出 或者说自己的一个整体的站位 要保证自己的发育 那就要看整个局内的表现了 而且我觉得可能这一局的话 有没有可能会选择换线 让狸猫去counter一下 对面的下路双人组发育 而保证自己炎魔的发育 也是未尝可知的事情 我感觉如果说 弥豆子这一轮不跟着炎魔的话 其实炎魔去哪 他可能都有点难受 是的 对 但是也不排除 不过这个算线的话 确实我感觉概率不大 如果说你把炎魔放中度的话 其实白童子在中度的一个优势 就不好体现了 但不管怎么样 我们还是可以期待一下 这一局LF对阵 BioChem的第一次比赛 我是本场解释 我是青春 双方的话今天在BP上面 对于圣丹这个点 限制还是蛮足的 确实 当前版本其实是上中野 比较吃香的版本 一旦上中野节奏走起来之后 保护住射手的发育 其实后期战战就很好 哎 看下弥豆子 直接过来踢一脚 就直接过来踢一脚吧 所以拨的话 可能海底斯就有点难受了 不过这个的话 也算是玩弥豆子 比较长的一个套路了 而且现在如果说大家有 平时姿势当中 遇到过这个弥豆子的话 他的一个斧子的话 就喜欢一级过来 去中路给你踹一脚 还是挺烦的 但是这波换血其实是 有点虚 红色方也就是BLG 有点虚的 对 不过这个也没有办法 因为毕竟 迷豆子去中路踹一脚吧 本来过来的一个时间的话 上限怎么会比较晚一点 是的 这边的话还好 注意一下鬼蝎来了 摸一个暴席 逼出个自御来 还行 鬼蝎这一波的话 必须过来 要去帮 我们现在呢 缓解一下压力 OK 下路先 但是这波如果抓了上路 或是抓了中路的话 那其实下路会有点坐牢 对 呃 现在换线的话 明显他的LF 这边是有点优势的 但是还要考虑好 就是下路研磨这个点 究竟要怎么处理 这边鬼蝎直接来下路 反个小野 但是被看到了 现在不好反 就迷豆子这一局选出来 因为自己家的射手 就是个研磨 如果说不去男子 保护的女娅 真的说实话 不太好去放他一个人 在线上发育 你相当于就放弃 让他一个人线上发育的话 就做了天牢 而且再加上对方 又有鬼蝎 这样的一个打野士 但如果说三包一的话 炎磨基本上是没法活的 下路线权被完全占住的情况下 RF是可以放心的去刷掉自己的野 甚至可以去反对面的小野 而且上路的话 因为他只能打狸猫天然是有线权的 这个位置 所以还好 现在散路线的话 看一下中路这波被拉到了 但是没有什么作用 好 目前中路双方那个换水的话 这边手里的话还有自愈 而且是升级 当然说快一点 不过这一波的话也得益 就是扣的那一波过来的帮忙 把对方那个认识队 他很紧动的话 从这边的那个点 在这边拿起来 过来撞一下 撞到了 但是有个充施 过往杀呀 豆子过来再踹一脚 二T脚再踢一下 但是没有什么机会了 如果刚刚我的位置下来的时候 其实能跟 你豆子的二T脚这个重点起来的话 倒是有可能 不现站的话可能性不大 不过夜兰手里的话 倒是不容易 直接过来反野 这波摸到了 降服抢到了之后 再摸一下 看一下这个白童子很要被留 还好一高二就能走了 还行比较灵活 自己手里也有自愈跟这个顺步嘛 也不是说特别慌 而且现在看起来阵容问题的话 BLGM这边除了迷豆子之外 其实是全员法上的 如果拖到后期 其实LF这边是比较好处理的 那现在的话 BLGM其实也有尝试性的去 去做一些节奏方面的一些突破 但是现在比较受制于一个点 就是说你这边的一个设置 严谋 严谋你拿下来的话 迷豆子 正在前中期可以流走的一个优势的话 那可能现在就 跨久零零了 就要被AD拖住了 对 而且中的这边的话 扣的也是帮哈迪斯去摸了 两次的血线 而导致他跟这个点 老中子的话 他现在是没有 呃 去 在前中期能够 压到哈迪斯的 然后哈迪斯现在 里面的发育也非常舒服 哎呦呦呦 这个位置 打招大走 江湖大招 不能再进去了 很辛苦了 想输但是太瘫了 小伟这边的话 应该带的是个改 这边是改了一个 改了一个想组 我这一波的话看一下 他接下来要往哪里走 是不是要往下路走啊 不然这个改的话 摸什么呢 应该是要摸摸 应该是要来了 应该是要来了 可以看到小伟的话 刚刚我们才有看到 就是他这个身上 是挂了一个想组的 那现在的话 果然啊也是直接往下路走 要真的 哎哎哎哎直接开车 哇被抢了 这个是气楼 Avenger拿到了 我们看看后续 团战再跟一手 给个侵蚀 还想再追 第一轮四段拉过来 鬼切切到一个人 能不能收掉 直接收到黎猫 回头再跟一手 这个位置的话 LF车退还是非常及时的 今天是留下了 对方的一个卡塔塔 这锅的话其实有点难过的 本来下来的话 小伟都来了 但是没等他赶得及的话 Avenger这边是已经 拿捏得很死了 把这条圣七楼 直接拿到自己手里 而或许的话 由于在 主动那个阻力 并不处得特别 那也是直接把 卡塔奈给 留下了 这个点扣的 击杀掉对方的狸猫之后 忠计来到2900块 算是打开了 鲨鱼团队的空间 不错 好 现在基本上 节奏的话就 比较红稳一些 本身标准 我看上 紫豆子 哎 又过来踢一脚 红水也是下来 再踹一脚 不过这波的话 应该是杀不死的 原来手里也有大招 也有顺度 我们看一下这个位置 野怪已经刷新了 小伟手里还是个降服 是的 这个麒麟被小伟给抢了 那这样的话 孟婆的节奏又被拖慢了 一技能四段再跟一手 小伟现在可以游走了 已经 这小伟现在作为一个单带点的话 他这边的话一来二去 他把七七的一个麒麟巧合 也就意味着七七的一个 呃 经济的话可能就 没有说特别好 那包括他自己有一个 经济的补充 对于一个单带点来说 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 nice的一件事 他有经济 他就可以去单带 他就可以去压别人 甚至说 他就可以在兵器的方面 去一直牵制你 是的 这个挂上 树啊 树魂 中期标准度 没有太好的去打开的话 可能现在就 有点难受 好在他这个 嗯 好在他这个点的话 没一个可以接受的 就是说 Sakana的发育 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这边炎魔的发育 还OK 但是 我们看一下 要不要逐渐啊 不让你发育了 哈哈 发育太好了 不让发育了 不让发育了 我看一下 直接开启了大招 但这波的话是一个 四打四的 也是注定 无功而返啊 过来看了一圈 双方尝试 互换了一下技能 这里 这波其实 这波其实 中路这个位置 要过来解一下线的 特意 在啊 在啊 在 这波应该能踢到 踢是踢到了 那这个后续的话 杀嘛 那迷洞子 那迷洞子也有时间 这边还想杀 血线特别弹 直接 重复跟过来的一个技能 哇 他避残了一定的残血 人头没留下 不过可以看到的 这一波的话就是 LF的一个支援速度也是 比较快的 那第三是顺度过来去 呃 一来是掩护一下自己 双方的队 二来的话是一趟过来去 把人都打开 但比较尴尬 不要说他们这波 撤得非常及时 非常快 但阿鲁伊塔 已经出推完了 这个位置 小尾已经十一级了 直接在下路 骚扰你 炎魔的发育 对 这就是 三代的 看着狼的一个 凡人之处 因为你没办法 就这些神动化 他本身的话 一个 比较起样 比较好本身 就是打动鬼方的 我过来劈你一套 我打你一套 只要我不想死 你基本上的话 是杀不了我的 那这个点 下一塔推掉了之后 解放出了预赚金去上路吃线 换线的情况下 RF现在 经济领先2000块 其实还能够接受 但是第二条 神气楼的话 RF这边可能要去注意一下 因为第一场的话 是被标准 被RF给抢了 我们可以看到 RF这波的话 手里又是改成了降服 那这条神气楼 如果说RF不拿的话 标准就要两条了 直接来 RF这边 选择首先发难 对 我们可以注意到 RF的话在侧翼 RF大概是改了 就不用换了一个降服 对 拉脱了 拉脱了 孟婆这边开车想找谁 哎 这波其实是想逼对面的人 但是没有看到鬼蟹在哪儿啊 这个位置 是的 有闻的 他也是看到 大家要给到孟婆 能不能收掉 再给一个降服 好 梦婆 被击杀掉了 Avenger似乎 跑过来抢了吧 这波的话其实 但是感觉Avenger 有想法 感觉有想法 Avenger还有一个降服 如果顺过来的话 是能收掉的 但是被小伟留住了 这波研磨后进场 火之神热刮两段 再跟一手后面重拾给了大招 但是也很难救这个BLGM的上路 直接被硬式声收掉了呀 确实 那这波的话是收到了对方卡塔拉的人头 其实这个瑞士的话 标权是想过来看一下这个机会的 但是可以看到L5非常机智 我觉得个危险的情况下 我不选择去动这个盛器了 我直接先把里面打残了 而且这一波把人员打残之后的话 看一下中部的这个一塔 有没有机会去摸一下塔皮吧 应该没有打算摸 应该是打算去解上线 因为上路线已经到塔皮了 因为没线了 线不多 而且主要因为刚才第一波 可以研磨 侧面重拾视野还是做得非常好的 看第一波的话 没有直接上线线的神 反倒是蹲在了草里 尽管说 研磨跟自己线线已经打得很好 但是从侧面看到赶来的迷洞子之后的话 才是上不到线线 我们看一下这个位置 想过来留人吗 留不下 Vender现在其实有点难受 他想去游走 需要打出团队的节奏 但是这个位置被下路限制住 没法走 还要被减速 没错 看一下孟婆开车 这波想打谁 没有撞到 这个位置不好开 晏蓝的一个整体站位是非常激紧的 他没有选择出这个防御台 而且晏蓝 不要折磨你这边要去找去处理他 一定要去处理这个点 那现在有一个办法就是说 研磨去奈一个人 去把小伟这个点 一旦说打残的话 其实可以大招开回来接近队友 但大蛇附近的事业的话 就一定要做 还是要看处理情况 因为现在看这个 一直没有怎么露面的鬼妻 其实也已经2-0-0 6300块了 对 回去现在的 发育成功错 他两个人都在 这波是摸到了 想直接三打对面 逼退对面的人 可能要想 看大蛇视野 中路这一波直接大招给到 还好没留住 杀白头 没杀掉 对的 我们看一下 接下来的话 双方的一个动向 和莫菊接开车了 看到莫菊开车了 想去包谁 想要去找谁 找上路的两个人吗 幼稚发了莫菊车 我觉得这没必要吧 这个位置想留一下Vender Vender直接交个顺步 虽然被猪鞋刮到了 但是没有后续的伤害能跟上 为现在的话 你会发现LF这个真的 你不太去好开他们 因为整体的一个站位 都太过于激紧了 而且还有一个单带 小伟这个点 他根本是属的 甚至孟婆开车 发轰车找不到人 很麻烦 但是我们注意一下 知道你孟婆没车 你猫可以开车 也就是卡着 你对面有孟婆这个点 但是我不让你去 接近这条大蛇 不会让你有机会 去偷掉这个大蛇 现在打5v5 甚至是4v4的小团战 LF是完全不虚的 这波鬼神实际想过来 开 逼出了黎毛的大招 但是跟进团了 还好一技能走了 这个城市大招的话 这边也是直接开了 披掉了黎毛的大招的情况下 还好是七七大招转好了 这一波LF 应该是没有意愿 去动这条大蛇 但是下路的线 已经到二塔了 看一下 标GM这边 应该是要想先推掉上一塔 对 看下 其实对 你说你狗子过来了 然后去推一下上路的一塔 但重施上升 还是快速把兵线就清理掉 我开车 开下孟婆要找谁啊 下路开过来 这边是要 往自己队友身边赶 往中路身边赶 直接摸蛇 标GM觉得你这边没有人 我要先动蛇 因为炎魔打蛇很快 包括一个孟婆配军人 看下这波 鬼切先把孟婆秒掉了 没有打野的情况下 重施还在继续跟 把被炎魔拿到了 炎魔是把蛇偷掉了 后台继续往前跟的话 这一波被打出了残血 鬼切要顺走了 一技能四段扛了一下 刻意草里 能留下能留下 被看到了 那迷豆子这个位置 应该也是走不了了 不过 迷豆子是走不了的 对 蛇还是被 表GM给拿下来了 不归险中求 不过这一波的话 正忙了两个点 其实也是代价吧 所以 差点被带走 但是 它输出还是挺高的 但是我们去一下上一边的话 一旦是强推了一个上一塔 第三条胜球 也已经是杀死了 有蛇的一个加持下 我们看一下表GM 或许怎么办 先看一下这波回放 就这个位置 已经是有一个分层了 但是 尽管炎魔率先被击杀了 可以看到鬼切的话 这边其实是很难去进场的 是的 就被炎魔直接拿到了这条大蛇之后 你看 炭治郎其实跟后排的话 有点脱节了 也没办法 主要是炭治郎 你打拳里面 你肯定是要去盯一下这个炎魔的 但 自己队友这边的话 后排呢 对方的一个前排也是在的 所以它是让我们自己 休息一下 立即撤退 那这第三条重气楼 看一下怎么说 我们开车找谁 找一个鬼切 可以可以可以 这个车 这波应该是要再往后退一下的 孟婆没有状态了 好的 炭治郎 现在的话 选择还是成功了 第三条 被踢下来 一个三踢脚 这波被挂到的旗子 抢出后排 你猫这波是有大的 看一下这波会怎么想 要撤要撤 要走的这波 被刮出的太多的了 过 小伟差点被 光顿死 好 套完 有没有机会套到 这波的话 就也不太好打出是吧 而且鬼切那个位置的话 还是要去新线的 现在 BLGM是有一个 大蛇线的加持的 所以你这波的话 还真不好直接 可惜把这线给力多 其实能看到这就是BLGM 刚才零换二的情况下 被人零换二的情况下 拿到了一套大蛇的优势了 有蛇线的情况下 RF是要考虑蛇线 对于金线塔的运营的 对 好 孟柏就是开始 大招 李猫大招砸出去了 他出去了 可以砸找谁 可以找到人 孟柏是想逼退人 这是一个拦路车 还好 还好 是 炎魔拿下了 那这波团其实没有必要 再继续往下跟了 可以散了 可以直接撤了 终于知道了 77之前是观光车 这波的话是一个蓝路车 设置路障车 路障车 就不让你过来 明显一点就不让你过来 因为Sakana这个点 拿到炎魔的话 他的一个清理 升级楼的一个速度 其实还是很快的 只要把人拿开 自己上路的兵线的话 又把上一塔给带掉了 还行吧 虽然说 Bialjam目前没有拿到人口 但是 这个经济差 一直也是 跟基本上十分钟之前 没有什么太大差 当然 有一个 比较好的消息 对于Bialjam来说 就是他们的 这边发表 炎魔现在这个点 虽然是没有人头入账 但是9500块的话 可以看到刚才打小伟 基本是 三套大招 直接就杀掉了 基本 对 因为现在小伟的话 目前8.2k 他没有说一直去刷 反正这几波不停地去打团的话 自己也没有 太多的一个精力 去一直保证担待 所以也就是 他现在的一个 经济的话 没有想象中那么高 在中一塔 可以 拆掉了中一塔 那现在LF这三座外塔全掉了 你看Bialjam真的 他们近期的这个进步 实在是太大了 虽然这一局 你看人头没有拿多少 但是大蛇拿了 两条剩下楼也拿下来了 而且现在节奏真的很稳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是 不太好处理炭治郎这个单带 如果分身去处理炭治郎的单带点的话 正面都可能打不过 因为LF现在经济依旧是领先的 好 所以草里面给一手视野 炎魔 现在是一个人 诶 不有呢 这个点想撞啊 这怎么去处理啊 小伟在 代标这样的下二塔 那这边的话是要 互换下二塔 互换一下二塔 互换一下二塔 互换了一下二塔 然后 孟婆回家去处理小伟的单带 而正面的话 要想要拉扯一下 因为还有44秒 大蛇就要刷新了 第二条大蛇可能会左右局势 那防御塔的话 呃 还行吧 因为都是差不多 都是外衣塔都掉了 然后一条边路掉了一个二塔 是的 很稳 那接下来的话 可能这条大蛇 会成为双方的一个伸出手了 人头爆发不多 加起来18分钟了 只有5个 但其实说实话 这波团如果现在这么打的话 RF是占尽了优势 因为一定要分人去处理 下一路已经到高地的这个点的话 很有可能要分一个人去 而正面打完的话 鬼切是很好威胁到阎魔的 我们在这个位置追一个小伟打 先把线轻一下 不要这样 这个位置很聪明 是孟婆先不露头 孟婆先露头 炎魔先不露头 就想勾引你小伟先来打 是的 而且他要把这个线轻了 你小伟肯定是要先来轻出过线的 那我们弄会就直接可以大招带人 赶紧走了 这一波的话 看一下七七这个车是什么车 会先走路 正面五打四的看一下 这多小继续勾 大招给到炎魔 再勾一下 给个七十能走吗 我走不掉了 但是也还好散掉了一个鬼蝎 巨人这个位置很好 同时再给个大招 顺步继续跟团 这一波就好取五杀呀 可以直接五行之阵 有没有啊 不是一个人带到的 人头是分给的 但是是一波零换五 确实 这一波的话扣得立大功了 扣得是直接造了一个视角 然后把对方比较关键的出点 打他呢 炎魔给直接秒掉了 尽管说把自己换了 但是后续的话 你就发现对方在保炎魔 然后这一波上交了很多的技能 晏蓝哥是从事的大招 就是进场 然后风宝是 哈迪自己在那个位置上面 不停地去设计一个路上 那这波的话 在带走对方五人之后 可以直接一波拿下 我们是要恭喜LF成功地 拿到他明天的第一个小分 东西 所以 其实能看到的是就是 LF就是这样的队伍 即使前期我们可能会有一点塔列 但是在经济不是过大的差距的情况下 一波团其实可能就会解决整场战斗 而这是LF最恐怖的点 其实是这样的 就今天的话 我感觉标权其实也打得挺好的 就是跟他们阵容有关系 你看他们又拿到弥豆子 又拿孟婆阵容的话 确实 弥豆子在前中期的话 主要是搭配到的是一个射手的炎魔 所以这个点的话 你不得不要求 就是你一定要在线上去保他一手 你不保他的话 炎魔很难去发育的 那也就是变相地去把这个弥豆子 你锁在了自己的线上 中部的话 除了一级那一波过去踹了一脚 之后的话就基本上没有怎么看到 弥豆子的身影了 那也是无形当中帮了哈迪斯 去化解了这个危机 这也算是LF的一个BP陷阱吗 就炎魔这个点你要强 那你一定要拿音符 OK 那中部的话相对来说 哈迪斯的一个危险 可能是没有那么大 包括在打团方面 LF自己的一个B站 其实也是处理得很好的 你会把你的孟婆的几波开车 积极只能是尽力地去找杰斗 但 他们这个B站做得太好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一局的赛后数据 这一局时间还是 对我们看一看他们的一个输出情况 因为这局的话 其实整体打下来的时间还是蛮久的 但是人口的爆发其实并不是特别多 那这局19分31秒 是的 10比1 经济方面的话 倒是LF的一个领先还是蛮多的 因为这局的话 从前面开始一直也就是LF的领先 但有这么一个阶段 大家可以看到从18分钟之前的话 基本上这个经济的话 也是保持在就这一个水平线 也就是说有个突然的拔高了 那包括在输出方面的话 最高的是夜兰 夜兰的话是打了5万多的输出 升级楼的话 LF拿到一条 标准拿到两条 包括这条大蛇的话 也是一个不关键的标准 不说拿大蛇真的其实太关键了 那个位置它不去利用这个 支援的一个极致性的话 它可能就偷不到那种蛇 也是因为炎魔这个点子带 我们看一下本局 最价是给到了Code411的TDA 参战率50% Code这一波最关键的点 就是最后那波团战 直接切到后排把炎魔秒 它是留下了所有所有的技能 然后专门就只想去秒你一个炎魔 对 就是深陷敌军中 没错 好 我们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就好了 好的 那刚刚的话 对 也是看了上一场的这个精彩回放啊 那确实这一局的话 LF跟Beljam互相的话 其实都打得不错 我们可以看到LF的话 前中期就一直有这个节奏优势 而且他们是稳固发育的 相当于是把这个雪球 慢慢的去捧起来的 当然虽然说丢了一条大蛇 但是你可以看到他们 或许这个处理的话 处理的还是蛮到尾的 这个也是跟他们的一个阵容有关嘛 就四一分蛋 你面对就是孟婆这样的一个阵容的话 大家各自都要有一个准备 就是说如果你一个不胜 很容易被孟婆直接强拍 去带人过来 一旦说在中度期一个点 掉了之后的话 你可能就要面对一个 你少打得多的这样的比赛 大家可以看到LF整体的 全员B站做得是非常好的 就我这边只要是不主人处 或者没有什么野局资源 要争夺的时候 我就绝对不会让这个孟婆抓到 但确确实实 Beljam七七这个波的话 也是尽力的 因为她作为一个孟婆 肯定是要去主动发起 或者去找她们这个阵容 又有迷豆子又有鲤猫 你这种阵容 那你就微乎其微了 来看一下第二局的BP吧 其实上一把 七七是把自己的孟婆 我完成了工具车 就是我来赶人 我没有想着去 打个关键输出怎么样的 是 就是找机会嘛 尝试镜子去找机会 如果说找成了 那就成了 找不成的话那也没招 是吧 可以下一轮 反正只要不阵亡就可以了 我们看一下下一轮的这个BP 现在的话 Beljam是在先手方 他们也是选择到了先手方 清房主 先搬了清房主 清房主是当前版本很强势的 T1上单了 就是万金有 无论是入佛或者是入魔 都会对于团队很有帮助 入魔去担带 入佛去扛商打团 这个 是的 我们看一下LF这边 有没有考虑过 搬虫师 虫师可以搬 虫师 对吧 就是虫师其实是左右了整个局势的 它能够完全覆盖整个的狸猫和 迷斗子的控制链 保证自己的御战金 甚至是主要输出不受伤害 确实 虫师这个点的话 确实是应该可以去考虑一下的 一来的话 就是你给射手挂斗之后的话 首先对于你的一个 补助位的一个拿人 是会有一个限制的 就如果说你要去拿一些游走 请偏多的一些应付的话 可能你的一个线上的人 就比较能受 但如果说你不拿的话 其实你在面对虫师的时候 线上优势 首先这个是一个问题 其实第二点的话 你在这个阵容方面 你要拿强牌的话 虫师的一手大招 包括你来抓他的时候 他直接可以下来去顶替一手 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 比较难处理的点 干脆就给他翻了好了 不确定性比较多 先手我们放重拾 后手我们搬重拾 就是典型战术 对 这边是二手 搬掉了蟹姬和云外镜 也都是搬的 比较强势的上路 我突然发现一个点 双方换了个边 但是搬人的话 基本上没有搬人太大变化 唯一一点可能就是 LFC边不想要给他重拾 那自己上一局 是先手方可以拿 这局不拿之后 我就率先搬了 但是云外镜的话 还是不放的 那我们看一下标准 我们这边第三手 上去的话 大游玩也是搬掉 其实可以再搬一手 强势的上路 或者是打野 防止上中野版本 造成过多的一个 资源清洗 如果考虑拿孟婆 那你像大月玩 或者是说画金这种点 该搬还是要去搬一下 就不要投铁 对的 事实告诉我们 如果说拿孟婆 对方顶着大月玩 再顶着画金去拿的话 就是你过来 你就强行 就刹车都给你扔了 搬掉了白桶子 那就是不想让中路的哈迪斯太好受 但是其实还有很多中路可以拿 白桶子只不过是一个 比较优势的选择 我觉得 对 可能这一手的话 就是不想让你去拿到 线上这个线权优势 那你就正常 哪怕你比安花 我这个鬼石白 或者我鬼石白 你比安花也可以 那他就对着刷 对的 然后因为后手防盘 就是主动选择搬掉了大月玩 这种比较强势的打野 是的 大月玩按完之后 看一下标准 这一手的话是直接拿到了鬼石白 还是去选择了 那其实就很明确了 我搬白桶子拿鬼石白 防止线上打破优势 然后逼着你搬掉强势打野 保证我中路不会首先挨抓 其实鬼石白这个版本 你抓也不太好抓的 可以这三件处镜子 直接出出鞋的这种 就鬼石白这个事实 我感觉他在哪个版本 他都自保能力就偏强一些 因为他三技能是个盾 你去抓他其实也没什么意思 一个是鬼石白 一个是比安花这种 打野你去抓到 首先你既要浪费精力 你还不一定能给他抓死 所以大家可能 一个鬼石白 一个比安花 一个花鸟券 就这种事实能拿出来的话 大家可能就 对于打野来说没什么食欲了 中路你去跟他混吧 我去其他路了 就是这样的 好呢 可以看到LF的话 是拿到了阎谋 但是他们服务也还没拿 那我们反观 标权的话 是把欲赚金 在第三手的时候先拿了 到尔鬼童玩这个点的话 也没有去进行考虑到这个点 那包括这个 鸭天狗 有没有那么一种可能 这一局标权是双射手的东西 他们有可能 如果说鬼童玩不搬的话 机器有没有可能 要拿鬼童玩去进行个打野对 这个说不好 有可能 但是拿鸭天狗打 狸猫吗 对 那就是想去清扯一下 鸭天狗 鸭天狗倒是也可以摇 包括狸猫这个点也可以摇 现在的话就说不上 不过如果说想要考虑 要拿硬头的话 到时候现在已经要删头 不守自己都在 拿下了表花 那就是这边敲了 双C和上路 而这边敲下了 一个能摇摆位的鸭天狗 和一个双C 是假的 两极分转 双方都不给你藏了 我就直接先拿了 拿了再说 但是打野位的话都没出 那我们看一下第二轮的话 这边怎么去考虑了 LF要不要考虑 孟婆你看自己扳了 不让你玩了 就是压根可能我这个辅助队 我就不考虑 不想拿花精这个点 孟婆我就不想让你放了 甚至你上一局玩了 可能手热 我也不想让你放 就玩得很好 你就不要再玩了 确实 七七这个选手的话 他还是我们OPRO的一个元老子 就这名选手的话 他的一个赛事经验是很平复的 是 哦 这人搬掉了匣子 对 匣子那就是你搬了虫兽 我搬了匣子 你下路炎魔这边拿线权就不太好拿了 确实就是匣子这个点的话 真的保护能力太强了 你知道我过去 好不容易能够找到你这个炎魔劈你一手 或者你也来个进行 开完了生一死血 奔我吞了 吃了我走了 对奔我吞了 好吃 鬼头玩这个点搬的太关键了 这一手的话LF也是在防七七 有可能去双射 就鬼头玩 因为我们刚刚看完他选完欲转金之后 有聊到过极有可能去拿一个射手 就是 是的 鬼头玩去打野 但是LF直接给你摁死 你别考虑 你直接颁奖啥子别拿了 那确实LF的话 经济也是对比奥线权有一个很充分的了解 那我们可以看到海防主这个点的话 也是被比奥线权被摁死了 就是防一手你的一个大保护能力 所以搬了你两手应付 而这边搬了两手冲阵 或者说能够打出伤害的C位 是 不过也不着急嘛 现在的话其实可以看到LF的话 是把辅助位留到了Counter 看你怎么去选 到时候现在能拿的还 鬼屎黑 这个鬼屎黑也可以用来打野 对 就是现在要让你猫猫头思考了 你猜一下我是鬼屎黑打野鸦天狗上单 还是鸦天狗打野鬼屎黑上单 我感觉大概率是鬼屎黑去 因为鬼屎黑现在的话 那个可以朝着野怪刷被动吗 对的 就是魂伤能够在野怪身上触发了 而且不管你是哪种猫猫头说的 我还有个山童拿一个保护位 好那我们看一下LF的最后也是拿了一手山童出来的 山童其实我觉得山童这个点就是有时候挺赖的 就是无脑的这个东西 就过来之后直接保证你封一道墙 你要么不要走 要么不要追 而且一般玩的好的这个山童几何都学的不错 就是见过那种 就是真是见过那种很赖的山童 就给你卡那个墙 几何学一百 就是你感觉他人就卡在那里不停的鬼屈 我前走不进去 我想退 这个地方不是我该去的地方 那就真的是很难受 不过这一局的话可以看到 在最后的话也是拿到了山童 山童的话可能就是说 也是跑遇到对方的这个阵容 像鬼屎黑的话 你想要过来配合上队友去找对方的野魔 那山童的话可能一堵枪直接给你 让你们分开 咱们就是乔规乔规路 你在那边转 我在这边 走你的阳关道 走我的独木桥嘛 对 你在墙那边去不停的转 你随便转 我在这边不停的嘟嘟嘟嘟嘟 而且是这样的 因为鬼屎黑这个打野 这个是个世神很吃经济 其实也蛮吃他进场的时机的 因为他本身就比上路的时候少了一个郡族 要用顺步加强服来打 那一旦山童这个点 延迟了或者说拖慢了你进场的时机的话 很有可能这波团你鬼屎黑 发挥不了你想要的作用 对 那其实 鬼屎黑 而且玩鬼屎黑的话 其实他现在打野的话感觉 是比之前要多多了 你看之前的话 这个打野位的鬼屎黑 在我印象当中 很多版本之前的话 有一名选手 大家可能都知道 是这个老OMG的应言去玩到过 然后就知道了很少人会去玩到这个 鬼屎黑打野 但是现在在这个版本当中的话 又是层出不穷 我们还是可以期待一下 BLGM对战的LF的第二场比赛 目前的比赛LF一分领先 是的 我们看一下双方阵容 这边的话 BLGM拿到了鬼屎黑打野 而这边LF拿到了一个研磨下路 这两个点 都是有可能会左右局势 或者说大C的点 没错 今天的话 不要这样 包括LF的话 表现都是非常不错的 我是本场解说青川 看一下双方的一个 好 先过来摸一下 就鬼屎黑 鬼屎黑打野 这个屎神的话 真的是有点吃队友的 就这屎神的话 很依靠队友 抗脏的一个环境 如果说你看 对我打蓝一波的话 这个都是残血 他进去的话 这个大招只要刷出来 就可以有打一个高额的伤害 但应该说 如果没有太大机会的话 你看对面对于这个 路障的一个设置 中路的彼岸花 包括打野的一个山童 其实都能够阻碍 鬼屎黑的一个战群角 而是彼岸花和炎魔 这两个点 其实打阵地战 是没有什么可以解通的点的 除非你来拿强开 强开的梦棚 还被我绊掉了 只能靠你鬼屎黑 就不得鸭天狗进场 而进场的时候 你还没有重拾哪 现在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鬼屎白的话 在那个对线的时候 就是被击杀的时候 有一个彩蛋 不知道你听过没有 就是有一些台词是 弟弟怎么可能打得过姿子 好像是这样的 因为我自己都很有险 啊 鬼屎想来刷 看一下暴袭 还好 逼出了一个顺步 不好 差点没来 哎 还吃吧 这个鬼屎黑 这个点回来 不过 鬼屎黑只能是帮助缓点 压力啊 不想的话 让我们注意一下 一目脸来了 逼了一个顺步出来 可以 这不 一目脸的话 配合鬼屎黑还是 给到了哈迪斯一些压力的 一个顺步逼出来 那也是变相的 而逼着你辅助过来 游走了一波 嗯 变相的是有缓解下坑坑的压力 已经出去了 被抓了坑坑的 不想不出的话 不该招的就不招了 我们看一下下路这一波的一个 最低 反正刚刚有一个 甚至还算是 噓不出来 炎魔技师人确实挺烦的 就是我觉得炎魔最烦的一个点 就是他那个沉默 他那个沉默 那个小方块 对 有点太难受了 就怎么说呢 你像山童这个点 拿墙拦住 然后小方块 卡一下 炎魔其实 被动的能量就满了 好 看一下侧翼的话 鬼切又来了 对方的话是知道坑坑手里 还用手 但是坑坑有三技能盾 解放中路比方花 然后拿野区的这个资源 和中路去做一个中眼灵动 而且上路这个点 你会发现狸猫是有限权的 确实 狸猫现在的话 对方那个野区走了一下 可能 让他底下 鬼使黑 前的一个打野动向 直接顺步 交换的也 这波进野区有点冒进 直接顺步 跟了一手顺 最有在吗 最有在 但是也留不下了呀 不是只一给到了卡塔娜 但是白手的话 这边是击杀掉了鬼使黑 鬼切应该也不好走的 鬼切有个顺 一三顺能走 这波鬼切有点秀啊 扣的这波真的反向啊 操作 先是 来个一技能之后的话 来了一个 假动作 以为他可能往前走 假装我要往前走 对 然后晃了一手的话 直接反方向走了 这波还骗出了鸭蝶狗的顺 鸭蝶狗的顺皮 没顺到的情况下 其实这波LF不亏 对 而且这波的话 其实扣的是预判卡塔娜 那可能要 那个P的那个技能好了之后的话 要过来跟的 但是预判他扣的时候 同步的去把自己的这个身体造成 很秀很秀 这波阿柯非常秀啊 可以看到今天阿柯手很热啊 但是其实 BLGM这边不太舒服的 预赚金和櫻木莲在前期 本身櫻木莲在对线的时候 就没有什么优势 而又拿不到线权的话 是认着炎魔和山童发育 那中野联动 一旦形成四包二的话 这个下路组合不好走 不错 那么看一下恶意这边 直接要开动了吗 又是一条圣奇楼 圣奇楼 又是一条圣奇楼 就是我优势的时候 包不刷神奇楼 刷十句 我逆封的时候必刷神奇楼 好我们看一下 这波鬼死黑被流了 我鬼死黑 这个被流现在对于标记 还不是什么好事啊 就鬼死黑拿出来 是一定要把经济给打满的 不然的话不好去赚啊 第一是进去可能 没赶紧赚的话 对面这个阵子 你可能还没走到人堆 你就没了 所以这边直接开团 这是对方减缘的时间 哇 煽动这堵墙有点 太绝望了 这个点炎魔是顺步跟了 想继续往后追 但是鬼死黑火了 这边有点着急 是的 所以大招再留一个 鬼死黑火了 再拉回来一个 这一波可能比较坏要交了 鬼死白顺步再留一个吗 其实应该留不下了 黎毛有点肉了 给到了预赚金啊 这边 所以七七拖的话 大招甚至没交 其实夜兰这边有点冒进 他觉得他的伤害 足够收掉对面的下落 对 因为他看到对方 其实有一个很残血的卡塔纳 就是残血的卡塔纳 在他面前太诱惑了 所以可能夜兰想顺步 过去把残血的卡塔纳 收掉 因为卡塔纳是 1-0嘛 当时 所以也是比较值钱了 但比较尴尬的是 对方的兄弟们 在他顺步进来那一刻 里面会被人赶过来 主要是因为鬼神可以控制了 好 有没有强 这一波再来抓一下 一波强加上一个3技能 对手 还好是银木脸给的 大家是个术魂 但是也难以救了 卡塔纳的人头 这山童和炎魔的combo 做得不错的 对我们看一下 卡塔纳目前是3-3K 他也带的是改 手里现在留着 这波把塔塔纳留下之后的话 这个大人头 现在就相当于把上一波 打完的一个优势给磨灭了 让我们看一下刚刚这波回放 你看现在的话 本来是趁着七七阵亡的 一个时间点 这波的一个强开 而可以看到 鸭天狗现在的话 是真的很残 然后它是一个顺步 逃离拉开的身具 但是比较可惜的是 后续包括塔塔纳以及中路的七七 还有中路坑坑 还有七七全部都赶过来了 这些被阵亡 但是已经复活了嘛 那包括坑坑的话 顺不过去拉了一个狸猫 但狸猫血线还是比较厚的 尽管拉到了 但是一点点血没有去击杀 立即撤退 立即撤退 那这个位置的话 其实现在卡丹娜活得还蛮舒服 对卡丹娜3.9 也不舒服了 要被逼走了 其实也没有说什么 特别大的优势吧 在对线方面的话 一个是鸭天狗 一个是狸猫 就这俩 这俩兄弟 你真说对线 经济没差太多的情况之下 不好杀的 对的 这个位置你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 我中也解放出来了 然后来四包二 你怎么办 你牵扯着你的中路鬼使白 不吃经济 来下路保我这一波 哎呦 哎呦 这波 过来碰一波 直接给了一手自愈了 萨卡丹娜边 是的 这个 绝了呀 4.5K的经济 比对位的萨卡丹娜 要多500块 而且卡丹娜现在10级 那要回家了这波 应该是知道鬼蟹留位置在的 哎 好像不知道 他觉得鬼蟹不在 但是这波直接被大了 跟你手顺步加上一个P 想要留人 因为后排有兄弟 弟俩 我怎么说 大招加顺步直接先换掉你前排 但是后排又被换掉了呀 双方上路互换的 鬼蟹 诶 有顺步的 能够到 能拉到吗 但是杀不了 但是没有后续伤害能跟他上 是的 这波就是双方那个上单互换啊 上单祭天法力无边 是的 可以看到奇奇这边的话也是出道了 明刀30月 他这边的话还是要去护人家伤害 上路的 卡丹的这个位置应该是知道鬼蟹带的 但是他看自己都有 而且自己是三个人 其实还是 还是想去保一下自己上塔的 自己上一塔的话 因为有 还有大概两格的血量 还好 这一波上路互换 其实保下了上一塔 卡丹呢 不算太亏 确实 但 现在的话有一个隐患 就是扣子货的现在是5000的经济 他经济还很不错 他是可以在打团当中找一个好位置去 你得找到卡丹的位置 但鬼蟹的话 这波拉了一下烫角 顺便清一下冰 其实RF现在最完美的团战combo 就是小伟进去开人 然后山童继续跟撞 鬼蟹这边配合着炎魔的沉默 拿大招锁定对方的C位 而帕迪斯直接给一个大丢队 阵地战 他当打团的话 都还是可以的 尽量保护 尽量拿到移木林 如果说打团当中炎魔 就是他这个大招开出来 还是非去挡挡 嗯 这条盛气楼 还是大家蠢蠢欲动 没错 但我们可以注意到 刚刚的话 RF应该是拿到了上路的夜远火 有炎魔了 这边说 这条盛气楼 打得太快了 你们发现小伟 其实5500克的经济 这个位置还是很平常的 好 那圣气楼 伤心 第二条 第一条的话 是给到了BL gem 但BL gem 这边其实现在是三个相复 如果来抢圣气楼的话 其实BLF更有优势 是的 RF目前是两个嘛 他在摸头这个位置 应该还没转好吗 他不能改 但是 说实话 有时候吧 你这个相复 三个 他也不一定 就一定能够抢了 能放得出来 对 是的 有时候可能 就是卡那个时间 你两个相复放 别人对方 哼一下 平A就抢了 这个真的说不准 圣气楼 一直在拉扯 在拉扯 像的话 LF可能也是 C桑把中子这个 明显清了之后 再进口的过来 对的 再进 诶 这波是把中路线清了 但是预战金 还在中路这个位置 感觉想开啊 对吧 看一下 没拉到人 应该是开不了了 想要拿降服 活一下 一幕里面直接开大招 黑石白钻盘 但是大招开了三个 红本 山童直接拿降服抢到了 再跟一手 鬼切再切后排的 预转金 预转金交顺 再跟山童过来交 直接秒掉了预转金 而上路这个位置 两个人在逼退 鸭天狗 鸭天狗没有办法 对团战造出有效的牵制 是的 这一波的话 是存在这样一个问题 就标记预魔的话 一个大招出来的话 他们其实是为了 保住这条生气楼 但是首先是被抢 结果的话 LF是等你关键大招 你看黑石白的大招放完了 一幕里面大招放完了之后的话 反手就强开 而且是在人堆里 直接打出去的 你后续再想撤退的话 你前后多有几点 而且颜魔就在这种地形配合上 自己家的辅助 再加上莲花的一个输出的话 你其实真的是很难去抢 那这一波的话 因为阵亡了三个人之后的话 LF也是拿到了他们第一条爬上 这条大招拿得比较安稳的 本来对方就少人 而且又有点 打得也是特别快 说实话 说实话 其实刚才像我说的一样 不能再也去跟LF打团 BLGM这个阵容 绝对不能再也去跟LF打团 否则山童在墙体旁边的被动 和狸猫的开团 会成为BLG永远的梦魇 可能最后掀开辈子里面全是山童 对对对 而且最关键的是 现在还有比昂花 就比昂花 他甚至打团 他不转我 他就卡在阎魔附近 你谁过来 我就给你 把我的这个花花铺满脚 交个花海 烫一下酒 脚才鲜花 对吧 是的 这个感觉有点 第一棒棒 是吧 玫瑰花的棒领 有点 令你升天 是吧 四个人想来拆一下下二堂 二堂应该是很大的 应该是拆掉的 阎魔的发育 好 玫瑰现在8.3k 你被摧毁 你哪怕是个上路的刀刀 这个打野的奇奇 你谁进场都不好使 颜魔缺短能力很强 这一波狸猫的小跳 骗掉了依慕莲的大 那其实下一波 团依慕莲的大美好之前 可以强开一波 哎呦 这边说完强开 这边是扣得直接想强开了 跟上伤害收掉回始黑 但是这边换掉了扣得 能不能收 还行 坏了 没有后续速度 对的 那这波扎实的话 但是这边 搜尔坦掉了 搜尔坦的话 避掉了 这个就不要再省 现在的话 标准安慕就是 把后续高地出去 被摧毁 而且下高这波 是一波蛇兵 配着一波 来的比 看一下阎魔 但是阎魔这个杯 可以是白的 看一下阎魔速度点很好的 没有人管他 都在互相输出对方的后排 但是阎魔抓的瞎天手 阎魔还不自愈 再跟一手阎魔 批到阎魔 阎魔再跟一手顺动 哎呀 这顶着阎魔的一个输出打 这都是打不过 阎魔继续 排枪放起来 你会发现 阎魔的大招 因为两个大招 没有被队友挡到 对 你用办法第一套 就出去把他秒掉的话 阎魔这个 这就不好使啊 而且阎魔的话 刚刚顺度拉了一下 在阎魔的大招 也就把阎魔很残血的反抗 去追击他的一个点 他现在主要是伤害太多了 这波帽帽头换了 全形 再跟一手 阎魔这个点伤害好高啊 对手可以直接扛他 保证他来打输出了 没错 回出来大招的话 先把陷阎运在 你这个水分都不特别好 所以阎魔还还不清楚 注意一下 这个位置 你死血 直接被留下 是的 配合猪血 直接收掉了这边 而且 刀刀的话也很难 那不太感情 又是一个神型 你猫的神型 过来保险 就为了拆你下高地 哎 这波大招原地开 开一个 鬼使黑 鬼使黑 就被扛不住了 直接被收掉了 是的 阎魔连大招掉不出来 但是这个大招掉出来的话 鬼使黑 已经正好 就是没办法的 是的 而且现在经济的话 差距还蛮大 但没有困难 都防御给他先 直接被带走 又开 直接大招开你一个 阎魔连保护不住 先收你 是的 别人还大招 解放开地形之后 他上路的 高地也是直接拿下来了 你看他们 副头刚刚那个墙 直接把对方就 打开了 就打开了 在墙里面了 你没顺度你就走出去 所以说就是 几何小天才猫猫头 对对对 这个真感觉就是 山虫这个点啊 玩的好的 就是几何学的好 是的 把他给卡在那儿 因为自己都想到 上下两路高地都掉了 中路的话 现在鬼使白是复国制的 那这波的中高地的话 应该是神奇 如果看一下 马上的话 下一个刷年兽了 是的 十秒钟的年兽 这个位置高地 现在还好轻 我其实觉得 我其实觉得 个人问题现在是 BLGM这边清不动线 只有鬼使白和预端金 两个人可能能清的动线 而这两个人 一旦不在正面团团 正面团是肯定打不过的 对其实线的话 现在对于他们来说 也是限制比较大的 还有一点就是 BLGM这边你想去 击杀炎魔的一个手段 会比较单一 而且这个容错的一个问题 你有可能就是说 你去击杀这个炎魔 你进去出不来 而炎魔的话 它本身 他们就是 他的身具 其实站的一直都很散 旁边还击杀了保镖 这局哈迪斯就是炎魔的保镖 这局哈迪斯就是炎魔的保镖 我们一头跟小北 就在这边 他们见着 而且凑的话是不几场 所以叶兰的一个战位 虽然不是我保镖 但是这个为什么不太一样 哎呦 这什么输出啊 这波再跟一下 大哥跟了 嘴起白掉了顺目 鸭心狗往后劈 但是这波没有办法 没有人能挡得住 炎魔的输出了 炎魔继续在跟 战神 一目脸想用自己的身体 去留一下队友 但是这一波没有看到 鬼7还在后面 只剩一个人了呀 这个鬼7这波的话 也是把坑坑给击杀掉了 但其实在没有中上 这三个点的话 只是在七七和散散的空间 有点难守线啊 就这两个点 这波直接硬扛着 轻掉中路高地 可以直接拿手不免兽了 一技能再留一手 山童的墙很关键 交了锤子 想要一波了 能不能轻动线 这波大招给到了山童 山童在往后拉 鬼是非常不处啊 哎呦大招直接再开一手 有自愈也没办法 萨卡娜 知道那也是可以一波 让我们恭喜LFO成功地去 拿到了他们今天的第二场比赛 恭喜 哇 这一局 整体的这个节奏的话就 非常的紧密度啊 可以看到LFO这一局的一个处理 而且这确实实也是比较尴尬的一点 可能不要说他们这边能够解决掉 要研磨这个点的手段就太过单一了 可能就 没有通证 没有 就我们说的客观一点的话就是没有 但整个LFO对于他们射手绿战机的一个限制的话 不是一个 鬼切这个点吗 鬼切山童狸猫 而且 而且扣子这个点还是一个发育很好的 鬼切 就他 你看他们一个进场位置 本身的话其实对于扣子来说 他是一个经验十分丰富的男人 而且他的一个进场位置该说不说是做的真的很好 就是神出鬼没 甚至说你这波团战打完你可能看不到鬼切 当你要就是说感觉自己没状态要撤退的时候 你站在那个地方突然草里面穿了一只鬼切出来 我感觉这扣子嘛 就是真的姓王了 又扣子 然后又过来 后面突然 就是偷偷去击杀这种团血 但在打团的时候的话 颜柏这个输出环境 就该说不说 虽说没有一个软弧去保护他 虽然是个硬术山童 但是你会发现 真的是给对方造成很大的压力 就是个地形战 你不要考虑了 又是 狸猫 又是山童的强开 然后基本上哈迪斯这一局是充当了 叶兰的保镖 颜柏的保镖 对的 好我们看一下这一局的赛后数据 其实整个赛场上能够 威胁到研磨的 就那么几个世神 然后还被半了一部分 自己还拿了个组切 看一下 17分33秒 KDA这边是18比7 经济差了7800块 防御塔塔差8座 升起楼是一样的一人一条 但是大蛇这边很关键的一波 被LF拿下了 最高输出给到了夜兰 7131 对 错 那我们看一下这一局的话 输出方面 其实 庚庚哥打卡拉的话 还是不低的 但是在对比一下严谋的话 那可能就差值有点大了 LF这边的一个严谋的话 输出确实是占了大头 包括哈迪斯的话 一个比较的话 其实输出也是拉得很慢的 我突然发现这一局 你看这个鬼屎白加鬼屎黑 然后严谋加上比较 这都是地府的选手 地府 2V2 老板报到员工 然后确实 老板报到员工 那也不至于 这就传说职场霸凌 不知道 得职场霸凌 职场PV 这只可能缺个胖冠 但是胖冠的话 本来上场 我们看一下本局最佳的话 也是给到了小伟 小伟的话 这个 黎猫 KDA的话 3-3-9 67%的参团率 263%的伤害转化率 但是陈伤的话 其实占了很多的 你看34% 就是我感觉 山童的一个陈伤 应该也是很高 因为这局的话 感觉基本上你就摸不到 除了山童跟黎猫以外的人 对的 而且小伟这几波关键团开的很有意义 就是他等于完全是进去卖的 就是靠我的大招 然后一技能再留两个人 靠着山童 包括后面阎魔给上的一个辅助控制 是的 这句话基本上你看阎魔就输出环境太棒了 全是大哥 你会发现阎魔开局之后 四位大哥 保护好我 你看上单的这个黎猫大哥 辅助的山童大哥 个个为他冲锋陷阵 中部的这个彼岸花的大哥 一直围绕在他旁边 基本上谁敢听 彼岸花就在旁边看 就是这个大招就是为你铺好的 玫瑰花的葬礼 进来就给你葬的 你看你 这几手BP完全限制住了对面的人 对 所以整局打下来的话 其实可以看到 L确实在这一局的一个处理 包括细节方面 以及他们的一个角度方面的话 真的是掌控很好 反过来继续标战部的话 可能也真的就是说 这个阵容他也确实是没办法 是真的没办法 你看这个阵容 本身对比一个强开手段就多 你会发现 只是说 标战部他要想强开的话 就刀刀这个点 他要去开进去 但是他开进去的话 你面对一个经济发育 很好的阎谷 他进去就是血条消失术 而且他甚至说 扛进去 进去之后的话 队友还不好跟 鬼使黑没有什么角度 进去打这个 收割的 鬼使黑鬼使白衣石 是被山童彤看住的 对 就是防控 就是旁边 就是侧方位防守 你不要想进 就是凡是一个 就是严丝合红 你别想切进来 就这么尴尬 你就真的成功防守 但不管怎么样 现在的话 已经是LF拿到两分 我们还是要给到选手 我们给你休息时间 咱们稍时休息 等会儿回来继续看比赛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畅谱部分贴打电话 好的 欢迎安评论 接着回来订阅比赛 目前的话已经是2.0了 那3.0 对 台湾富的话 真正经济良长感觉的打算 在币与方面 包括他们的阵容方面 VP方面的话 对BLGAM的了解还真的是 猜透了 因为DLGM的话就是近期啊 真的他们这支队伍的实力太强了 我相信就是很多队伍都有注意到 所以肯定是会去 在对方的一个实力大增的情况之下 去关注一下他们近期的一个队伍区 我觉得这个LF肯定是研究了的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一局的双方的一个VP DLGM的话是在后手放 LF先搬先选 那看一下这边LF怎么去搬人吧 又在先手放 那重视这个点的话 所以这一场可能DLGM要保留一下 要不要继续去放 就第一局放出来 给到对方的一个效果确实很好 而且研磨这个点 先手可以先搬云外境 它搬重视 重视是放掉了 就是你看对面搬 你不搬我就拿了 LF是不会搬的了 他们在先手放拿 就是你要放的话 那我肯定来 那确实不攻了 来吧 是的 那还有一个点就是研磨这个点 如果说继续放的话 你要考虑的就是怎么去处理它 你还如果说拿这种阵容的话 你没有一个点可以去 直接给它打不掉的话 那你就不要放了 还是选择一手没放 一手没一手没办 办掉了大月丸 大月丸去一手拿出来的话 我感觉 标准是不是这一局 有可能还会考虑去拿 那看一下LF的第二手谢姬 谢姬要不要继续考虑失败一下 反正谢姬清防主感觉 今天的话放出来的概率很大 确实有但是很大 孟婆搬了 你看这个LF真的 今天这个搬人真的有点搞心态 说实话 第二局的时候 我们当时还在猜 有没有可能标志要拿双射 然后反手这个LF第二轮搬人 先给你把鬼头玩卡掉 这一轮对方先搬了 就搬了个大月丸 直接把孟婆给嘎了 就不让你玩 我就放在这了 我明牌告诉你 我知道你想玩什么 我就不让你玩 这个有点 吃饭 搬掉了谢姬 不过也好吧 这一局倒是 七七这名选手的话 她经验还是很红色 而且她会的一个 打野事实上还很多 也不会说一下搬完 只不过可能是跟最近自己练的一个体系的话 就是明显就是你练的多的 我可能不让你玩 你看这次会不算又赶了 就是今天是不是白了 我就先把你七七给你按的再说 因为其实当前版本下 上中野版本只能靠七七来的节奏 因为卡他他本身是一个偏向于战边的选手 在玩坦边的版本发挥不了那么多的 他自己想能够发挥的作用 所以就只能偏反对一点 倒是其实也都可以玩 就是这一次有话 他能玩 前男方放的东西蛮多的 先选很好 轻防主选项的话 我觉得刀刀还是去发挥一下 可以去发挥一下 而且现在的话你看在上路的一个位置上面 你原外镜又没有 就是啊 你这个 卸击又没了 哪怕说我放你手手是没有关系 我给你帮 是的 好那我们看一下LF第二手 跟这边对方下路拿了 你第二手的话 可是要把这个一轮精给拿下来的 不然的话 你前代手不拿第二轮 标准直接一扳 你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好的选择 对的 而且轻防主拿下来的情况下 其实基本LF就一定会选狸猫了 因为卸击已经被办了 能在上路跟轻防主摆摆手腕的 其实就狸猫这么几个时辰 狸猫可以的 而且小伟这个狸猫 确实还说不说 这个狸猫的话是假打野 对 他这个狸猫是个假打野的 你看小伟拿这个狸猫 就是带降服抢过蛇 不带降服抢过石巨 抢过圣气楼 就是 大招抢过叶元火 大招抢过叶元火 反正不该他干的事他都干过了 就是该干的事也干过 该不该干的他都干了 对对对 他该不该干的他都干了 确实 那我们看一下 这边 诶 这边的话鬼屎白也是拿下来了 那在第二轮班方面的话 直接通所谓的 翻掉了扁岸花 对吧哈底斯的一个扁岸花 先翻吧 确实扁岸花这手的话 对于这种地形战都是挺难的 你有扁岸花也有意味着 然后在大家方面注意 对的 结婚巴持庆和猪鞋全加强的版本 平方下 其实中路这种扁岸花呀 包括鬼屎白这类的诗神是非常诗香的 对 因为抓又不好抓 但是到后期团战里 我又能打出伤害 是的 但是我感觉对方拿完研磨之后的话 可能LF 以及 就是最后两手 现在中也没选 可能这两手的话不一定 有可能哈吉斯会跟你来手法刺 是的 这我就把这个画精一翻 我甚至哪一手法刺出来 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而且我这两个点 就配合上打野两个点 是可以去先切眼的 哦 鬼蝎可以 这一手的话 琪琪是直接转变了思路 以选代斑 首先第一个话 鬼蝎可以去 就是对方后排去搅一搅 找一找后排 而且第二点的话 我把你扣的用了两只的鬼蝎 我先一斑 断断你手感再说 而且我研磨其实拿出来的话 你再拿手鬼蝎 对于他来说也是一种威胁 但是有个问题 一旦鬼蝎拿掉了之后 鬼蝎在这个阵容里针对谁呢 针对叶兰的预赚金 但是会被重拾保住 对 确实 那总归就是说找机会了 这个就可能就需要去找机会了 是的 但是如果说你 连鬼蝎这种 就是能摸到后排的点 一个都不摸的话 那你就更别想 什么都没有 而且鬼蝎的话 这一轮如果可以的话 它其实是可以配合的情况 就是这两个点 都有机会去找到后排 是的 而且拿了个山童 也算在整个控制 或者说整个阵容保护性上 又加了一层 对 你看潘迪兹这局思路转变了 我就不跟你玩这种中路炮台了 我直接拿一手阿芝出来 配合我的打野 抢了线我就走 对 然后在打团方面的话 甚至我都可以去给你的后排 造成你的压力 是的 我不要找找 要去找一找对方的后排 你是一个输出点 你拿出来的话 那我还是要去针对一下 二比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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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水一战了 对 现在的话 对于标志亚不来说的话 这个压力的话 可能还是有的 但不管怎么样的话 现在越是在这种组合时 越是要保护心态了 是的 那你有没有总结一下 就是我们今天的话 其实三场打下来 大家对于这个地府式神 都还是使用度蛮高的 今天地府上班日 可能加班要给钱 今天周几 年末老板很喜欢钱 今天周中几 我看一下 今天周 不用看了 我也不知道 周三 我也不知道 我们目前的话 因为赛程比较紧 所以现在的话 你看今天是周三 我们就开始比赛了 平时的话 我们一般都是周四到周日 对吧 但现在呢 其实也挺好啊 在我们这个比较闲暇的时间 你看我们最近都比较无聊 但是就喜欢看一下比赛 比赛的话 真的还是蛮有意思的 而且今天的话 你看在三场下来的话 真的 最近的队伍之间的一个关注 都是明显的 对的 那我们看一下双方阵容 狸猫 小秀 阿芝 加上下路预赚金 加上虫狮的组合 这边卡拉娜上路是 青皇主 打野鬼切 鬼使白 然后下路是 研磨加上山童 是的 那我们也是可以期待一下 这一场 AEROF对战到 比赛 F的不赛 那也是希望两支队伍 都能够加油 这一波是选择 要考虑入野或者是换线摸一下视野的情况 好 那现在的话是换线了吗 这一局 像摸一下视野 看对面有没有换线 他可能是猜到了 对方会换线吧 但这一局的话 AEROF真的很老练 他不漏视野的 可以看到小兽的话是直接闪开 下开了 对的 但现在的话 标记阿姆还没有指导对方的一个开野路线 也行 可是应该这边青黄主 已经被摸了一套了 应该是知道了 对 给卡拉手视野 那卡托娜就摸得很惨 直接过来 想要运换吗 没换成 不过确实对于卡托娜来说也挺难受的 这波直接被打残之后的话 其实叨叨的话必须要回家了 你就不能在线上赖线赖这么久了 对的 而且我觉得 AEROF其实蛮聪明的 硬来压制你的 很稳定的 有魔剧炉枪 尾绍有点难受住了 现在换线的话 其实正常对线的话倒是野心 但是换线的话还是想去把 卡托娜这个点去给他针对一下 而且你会发现哈迪斯这个选手很有意思 他中路一旦拿出比较花这种狮身的时候 他很稳 而拿出阿姆这种狮身 或者说 朱月神这种狮身的时候 他又非常的跳脱 很凶打 摸到了 但是没看到 好像是打了一个视野叉 是 打了一个视野叉 但是现在的话想过来抢一下 我们看一下 琪琪手里是没有降服的 扣的这波拉一下 非常激紧 这个胜位的话 到这波的话 我感觉标志他们还是 不要吧 对方毕竟是换线的一个情况 一个人拉扯了两个人 这波阿芝下去帮小伟解线了 对 对方毕竟是 尝试性的去拉了一波 但扣的没有动 没有动 如果兵线的话给扣的单吃了 没办法 阿芝这一波是不败的 分担一下吧 这个也还行 可以接受 一般这种事情都是阿Q在做 但是这一局的话 阿Q没有办法去下路帮到 但是哈迪斯也是 直接过去的话 帮小伟缓解 在身上的压力 但是后的话这波可以 做一下事情吧 这个视野去掌握一下 就是说 呃 看一下 三双组所在的这一路有机会 不会是白野走啊 不会是白野来上 还是要去保守 那其实这个点 哈迪斯是蛮赚的 嗯 你终于有现成的情况下 入野了 直接 直接来了 呃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位置 七七应该是 来了 诶 知道了 知道了 看到麒麟的一个 移动之后的话 就知道扣的在 那这波可以看到 LF的话打的也是相对来说 比较平稳 因为现在 呃 对方辅助的一个位置 也不确定 如果这波强行要入的话 很有可能对方是 会来三个人 是的 但是有一个小问题 就是 BLGM现在一直是 你会发现 基本两方是对象移动的 就是 你去帮黎猫 我帮青皇主 但是好像一直 BLGM都比LF慢了一排 诶 这个墙 你看 这就是刚才你说的那种情况 那个墙 对 确实 不过也是因为 也源自于视野差嘛 嗯 这个体勁 我们可以看到 开局的时候 LF的一个开路线 甚至说 他们的一个 自己情况的话 是 LF的一个六级大支 怎么说 交一个顺步 呃 大支还有啊 顺步交了之后 还是可以 直接去撤退的 是的 如果说开局能够看到的话 这就 呃 好一些了 但没办法 拼的就是一个视野 一旦说看到视野之后 其实双方都是老的 还野蛮 大家其实也都 很紧 提防一个刷野路线的 现在这个点 其实是 放着 炎魔和下路 狸猫 同持一条线 保证炎魔的发育 而山虫这个点 打一个功能性辅助的话 也不需要吃太多钱 这局的话是 实际上路的话 一塔推完 看一下后续 LF的 呃 下路上组 要不要换线 暂时应该是 不换的 这局实际的话 也没什么 他必要就换 如果这局是个 圣气楼的话 可能 现在就换了 呃 也不是就是 还是要保证先压制住青黄主的发育 因为青黄主这个版本 魔青在团战中 能拉扯的东西太多了 而且一元火炮也是可以撑进去拿下来的 拿完之后继续推进 诶 小伟有想法 小伟这不有想法吗 直接被留了 有想服的 对 诶 小伟还没进去呢 这就是有 有前科啊 有先力啊 不能说有前科 只能说有先力 之前的话 小伟是在人堆里面就五个人 他换了一种想服 一个大招进去一口火 再加一个想服 把把这个实际啊 或者说圣灯 是抢掉了 那这一拨的话 虽然是掉了一个实际 但是LF连推上了两个塔 那这不肯赚呀 三打四 这不要准吗 这不 这这么打的话 其实我觉得 标准有点亏啊 嗯 就一 没敲到 再敲一手 拦到一个预转金 预转金交 三技能加一个大招 直接被 重拾的大招化解了 这个大招的话 还是蛮关键的 而且刚刚我们可以看到 夜兰的一个 顺步交的是非常果断的 尽管他那个血量很好 包括他们其实 纸面上来看的话 是有一个人数 但他也没有去贸然上 而且是很稳妥地去交了一个顺步 可能也是猜到了后方是有的 如果这一步推完下路 上路就是说两个二塔推完之后 你再把刺入下来 其实反倒是推了 其实这个位置的话 如果现在打团战 LF是占尽了优势的 因为狸猫在团战中的作用 比一个七级 经济还没有狸猫高的 轻防主是大很多很多的 而且LF现在感觉就是 快你一步你知道吧 你看上路两座塔一推 这边直接一转线 下路一塔 满满的三层塔 别再一吃啊 夜兰这一局的发育很酷 是的 现在是 七七跟卡塔娜两个人 但对方的话 这波卡塔娜是有大的 是不是想开 果然开到了后排球员鲁 但七七很强了 鬼切被打出了裸散 再交个顺翔走 这一波肯定要留一个 看能留谁 大招再走 诶 我是个毒奶 诶 你确实 我是个毒奶 受克 有那味儿了 有你一样的那味儿了 是 感谢 感谢青春的一种毒奶 直接开男 感觉 其实这个位置 顺步交的还是蛮早 其实刚刚本来 如果说想不来打的话 就 就交着 但是 飞加上顺步 也是把身具拉开了 而且卡塔娜那个位置 也没有练战 尽管说看到一个很残水的夜兰 但是他还是 选择拉开身具走了 不好打 那个位置没啥打 哎呦 小秀直接过来 不讲道理 抢你一个达摩 对的 而且身上挂了个虫尸嘛 也不怕的 然后下路的一塔的话 这波应该LF是有机会直接把上来的 是的 而且狸猫这个点 现在用来抗压的话 抗两个人也能够守住上路的一塔 呃 上路一塔的话 啊 上路二塔 刚被拔完 对 上路二塔的话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上路一塔的话 你毕竟你还是要尊重一下吧 人家这个 两个人啊 两个人 所以狸猫 还是稍微稳点吧 毕竟自己家下路也换了一个一塔嘛 还是转着 对于LF的一个塔放完手 我们看他特意这边 想去 上路上挂了虫尸 找回是把矮身上 有一个盾的话 跑的还是非常坏的山 从点离堵枪 拉开身具之后的话 呃 这边把兵线要往进送 那后续可能这一波就暂时 终止一下吧 上路的兵线还是要尽 应该要处理上路二塔的兵线了 上路这个兵线的话要去清一下 马上第二条叶元火也是要刷新了 很稳啊 今天感觉 标权M和LF 去去去去 mange 看下的话 整体人都 爆发都不是特别多 等我说那种 一上来框框打架 对的 都是想卡着运营点 找到对方的漏洞 然后再去开一波 关键性的 叶元火对他们这个任务来说 推塔比较快 比实距 也不是说实距没有用吧 就是比实距在当前状态下 有用一些 能更好的去拉扯一下 对 好 我们看一下 侧面这个位置 诶 一脚踢两个 结果在这一手 三技能四个落点 直接单收了 8分55秒 第一个初始之一 重拾再给一个大招 防止一下山童的跟界 山童大招开了四个 但是还是自己被留下了 没错 实距也拿下来了 是的 这波动就明显是 LF 找的这个位置太好了 而且有一个人数优势嘛 先去击杀掉的位置 尽管说实际上有盾 但是 呃 面对小秀的这个高伤害的话 其实也是有点顶不住位置 连串四脚 嗯 元火 P5刀 这个塔 100%是没了 然后这波再抓一个单露的77 啊 这个 没办法 是直接被吻到了 直接放掉 而且现在马上刷大蛇 哎 这波是想直接单开对面 哦 预判 可以可以 这波有机会 可以杀吗 啊 杀不掉了 杀不掉了杀不掉了 但是这波预判很秀的 对那中二卡的话 守住了 这个问题其实如果说能够杀掉的话 LF是反手直接可以摸大蛇的 甚至说其实 这边也可以摸 刚刚有机会推都没有推 就是想出去吧 这边也可以摸 但是现在也可以 可以拿了就拿了 你再进去状态了 而且兵线不好的 要处理兵线的 不看视野的吗 来了来了 但是能不能赶的 只有一个降服 没有赶了 这波想单出了 吃到了 来不及的 这条蛇打得非常快速 确实可以看到LF的一个运营啊 就在这个位置 你看他们甚至中二卡那一波没推 他们这也算是一个抉择吧 确实也是源自于他们的自信 跟他们的一个经验 我觉得中二卡 我可以暂时先步 但是我只要把你卡掉的打 必须把你重要的顺度交出来 再回来这种技能 利用这个时间卡 我就可以终于成功 而LF这波决策做的 是非常正确的 而且是一个教科生版本的一个决策 是的 就明显发现 自因为自己身上 已经没有越远火的buff了 然后在推塔的时候 一旦推到中二卡 那就势必这个大蛇抓不掉 那就选择先去抓大蛇 反正中二卡也是必定要掉的 有了蛇线中二卡掉的也是时间问题 好像这个中一打扣的一个人啊 但是在等队友 队友来了 队友马上来了 阿芝是有大的 有三有大 这波踢了两个人 鬼使白拉了一个 一技能的一个鬼切 想保命 但是保不住了 这波开了个锤子 小秀先走 后排留下鬼切 阿芝上来顶一下 大招没有打到一个 有三技能的鬼使白 鬼使白再交一个自愈 鱼猫扛塔就想单换的鬼使白 一技能再留一下 给一个二技能 有没有人 没有人来就要死了 这波换掉了 但是LF血转的 因为没有人能清冰线了 这边的话高地已经是堆了上来 炎魔的话这波也是弱了 是的 三四再留一个山童 保证山童不能出来清冰线 扛一下塔 那对方的这个中二卡 应该是要一波了 一波了 应该是两波了 白色的王鼠小兵线 在一波 这波要再杀一个人 哎 出来想应手 推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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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推可以推 三十几LF 三比零啊 快速终结束了 今天的第一个大招 这波的话就感觉 到了后面啊 对这节奏就 打得有点 风光里面 有点乱想 这是进入了LF的节奏 是的 三比零啊 非常快速的终结了 今天比赛拿到了他们的一个大场分数 干净 是的 最主要感觉就是第三局 我们对于BLGM来说的话 整体的一个形态方面 多多少少会有些影响 而且的话这个节奏就开始乱起来了 可以看到 其实他们没有真正意义上去打过一波5v5的团战 反倒是一直在 葫芦爷救娃娃 葫芦爷救娃娃 这种爷爷 对 一个一个的去被人家逐个击破 包括对方在拿了这条蛇的时候的话 其实也没有付出什么太大代价 反倒是利用中路兵线 其实作为一个假视野 对方可能以为他们要去推这个二塔 甚至你看 当当那个位置他都不去守这个二塔 但是对方没推 直接反手 去到了上路找这个落单的野魔 打单之后回来拿完大蛇 然后就去不断的找机会 诸葛击破之后 这个下路的高低一推 顺着一波都没有了 是 而且LF真的有点是真话性的感觉 就是整个比赛的结构 第三把是基本完全被他们掌控在手中的 没错 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 LF这个点拿到了小秀之后 在前期跟鬼切的也去资源博弈上 就像我刚才在前期就说的 就是一直BLG因为被换线拉扯的原因 清皇主动不起来 就会一直比LF慢一拍 而慢这一拍就很致命 是的 那也确确实实 只能说LF对于 冰线方面那些处理 或者是他们对于场上局势的一个判断 以及说可能对于对方打野的一个熟悉度 都是做的会比较到位一些吧 是的 但不管怎么样 今天的比赛呢 第一个大场的话已经是结束了 等一下我们会有采访环节 因为清川今天的话可能是 我们本赛季第一天解收嘛 然后等下的话回采访 有问到选手问题 那你有什么想问的 你现在就可以想一想 让我思考一下 我还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去接替主持老师的工作 然后去跟选手 就是也不说面对面吧 就是直接交流 对 包括我们在游戏当中的一些问题的话 你其实也是可以去问一问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这个问题的话留到待会儿 现在先不要暴露 先不要说出来是吧 对 我们等会的话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赛季数据 看一下这局 大家 因为这局算是三局里面最短的 就是时间用的最短的 基本上一条大蛇就已经是结束比赛了 对的 而且其实这个下路的这个也是最远 包括盛气楼啊 还有我们的这个史剧啊 以及地震脸的一个刷新啊 有时候这个确实就如你所说 我优势的时候它全刷都是史剧 我劣势的时候 我劣势的时候刷的全是盛气楼 看来你弹刀独打 就我这玩意上路的话就经常就挨打 给我一刀半管盾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的 那今天的话标志阿木的话可能在 整体的一个BP方面的话 被LF针对的会有些难受 包括七七这个点的话 其实今天还是蛮遭LF针对的 无论是班人也好 还是说在整体的一个打团呀 以及说打法方面的话都有一些针对 这个也是对于七七的一种尊重了 毕竟身为一个老打野 经验又很丰富 而且七七作为BLGM的一个节奏发动点的话 一旦说这个点被摁掉的话 整体的一个节奏其实是会有些难带动的 是的 而且作为中商业的版本 真的就是很要求在前中期的一个节奏点 包括你现在要拿一些试试 其实咱们现在的话基本上可以看到 就如果说我这一局我想要跟你拿法次 你会发现这场赛 你拿法次我也拿法次 你要是拿这种中单炮台 我也拿这个中单炮台 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一局的赛后的一个highlight 这个赛后的一个节奏 好的那也是刚刚看完了highlight啊 那么今天的话咱们的这个小场MVP是扣的啊 大场MVP也是给到了扣子 所以等会的话我们会去 应该是会去采访到阿托 对所以青川 青川你等一下一定要去想一想啊 我采访吧 阿托老师你来吧 我有点害羞对吧 不要害羞 没这样吧 我们就互相嘛 就是你想问什么 你可以大胆放心地去问 我们就关于这个比赛的一些问题 那包括他们今天的话 对于BLGM感觉就是了解 真的是赛前准备做得非常非常的充足 就像你一样 这个比赛之前都写作业吧 对是这样 是的 所以真的选手们 大家还是平时蛮辛苦的啊 他们尽管就是说 平时这个打完训练赛之后的话 会去时时刻刻去关注自己对手啊 包括说其他队伍的一些 近期练到什么样的一个阵容啊 迷失啊这种都还是蛮多的 而且你知道吗 现在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是这样 就每次包括我们做节目的时候 荡单的选手都会觉得 自古上单被打野抓 就很难受啊 那不该怎么样 我们现在的话得到的确切消息 我们现在采访我们是Aerof的小伟啊 确实很久没采访过小伟了 小伟的话也确实蛮有意思的 我们等会的话可以来提问一些 因为你也玩上路嘛 当然你也可以问一下小伟 作为我们这个Aerof的圣诞选手 这个上路的一些问题 那我们也是要有请小伟啊 给大家连个线采访一下 哈喽哈喽听得到吗 喂你好 喂你好 你好你好 你是谁呀 给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Aerof的上单小伟 啊好的好的我知道啊 我就是跟你开个玩笑 是这样的 今天的话你们这个比赛的话 三比0就结束了啊 也是非常非常的快速 在比赛之前的话 因为近期可能 彪GM这支队伍的话 我们大家其实都有聊到过 是真的在这个版本 感觉他们真的是很强 那你们赛前的话 是有一些什么准备吗 或者你们今天认为 彪GM这支队伍 近期的一个训练成果怎么样呢 这个问题比较辛辣啊 你好好回答 让我仔细想一想啊 我思考一下 我觉得他们那个阵容 不太厉害 对于我们来说 因为我们大家都比较老练嘛 然后配合也很好 拉扯这方面挺厉害的 所以我觉得他们如果写那种阵容 跟我们打团打拉扯的话 是打不过我们的 嗯那你觉得他们应该选一些什么样的阵容 能打不过你我们的 哈哈哈哈 你呃 我最近就不干这种事情啊 我感觉 让我看看小伟吃 送命题 除非我们没有班位吧 不然我感觉他们选什么 我们都挺好打的 啊可以可以 其实小伟这波分析的话 嗯对还是还是就是 大概的去讲了一下 就是不要这样 可能这套阵容 对于他们来说的话 也是做过研究嘛 就是研究过了 可能他们今天选择到的一些的话 会比较好去针对到不要这样 那确实你们也确实是打得很不错 那今天的话 呃 你感觉你个人发挥怎么样 就最后那一波 第三局的时候 你的狸猫去扛他 去杀个鬼使白嘛 那一波是不是 呃 跟哈迪斯 就是杀意已决 是一定要那样吗 还是说其实你可以本来不死的 那一波是怎么沟通的 嗯 那一波自己上头了呀 我感觉我不该死 我不死应该也能 啊你感觉你不死也能 不过那一波的话确实 呃 很关键啊 你们把那个清线点鬼使白 瞎了之后的话 一个一个逐的激活 对方可能就是 清线点都没有了 对不对 嗯 对 嗯 所以现在想想就感觉你自己 啊 我很厉害 我挺对的是吧 是的 那个时候主要是我觉得我自己很肉 我感觉塔应该打不死我 我就想着扛扛得了 没想到还是被塔打死 啊 这个一般都是上单的错觉 我感觉我很肉啊 我这个塔打不死我 来 机转给你个机会啊 如果你想要问到我们的上部小笔 因为你自己也玩上部的 嗯 嗯 就是 小艾老师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决策 或者说比较好的士神 在 谢姬和狸猫被绊的情况下 去应对当前版本 就是给观众们也问 也提个问题嘛 就是有人问我 就是 你怎么去应对一个当前版本 比较强势的清皇主 这个士神 嗯 换线 换线是一个比较好的吧 呃 资质赛里其实路人队友不太 不太 不太 就能说不太 不太好沟通 啊 如果是资质赛里面的话 资质赛里面一般是不会办 敌貓跟卸击的吧 那一般不会 嗯 如果不办的情况下 如果不办的情况下 我觉得选这两个 然后去采取一个放上路一坛 然后去帮下路打开局面的比较好 如果是办了的情况下 可以选大跃晚 如果大跃晚有时间度 大跃晚是比较好打清皇主的 好的 感谢小艾老师 今天晚上回家自治 对 你看小艾老师这波之招 就给你们讲的明明白白了 如果说有什么试试 你要怎么用 如果没有的话 处于劣势 那就怎么去打开缺口 所以给小艾老师 说点击一波赞 而且青川你刚刚叫小艾 是小老师吗 是小艾老师 小艾老师 小艾老师 那也是非常感谢小艾老师 那有一个你们上一波的选手 就是你们上一场比赛的选手 兄弟们给你留了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问题的话 可能是你们自己 不太愿意承认的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那天采访阿扣 阿扣说你们队伍里面 大家都嘴比较硬 都不太愿意承认别人处意好 那这个问题的话 就是你必须 今天要说一说 烙一烙了 队伍里谁的处意最好 我觉得我最好 那我懂了 那今天是 没有没有 我这可不是嘴硬吗 你不是嘴硬 你说的是事实对吧 因为叶兰跟猫猫头天天 求着我做饭 求着你做饭 下次如果说有这个画面的话 希望你录一下 有读有真相 那么接下来的话 需要你给下一场的兄弟们 去留一个问题 你下一场的话 需要LGM队伸到ESG 你可以去留一个问题 留给他们 问一下 他们是哪个选手负责烧饭 问一下 他们是哪个选手负责烧饭 好的 收到 那我等一下会帮你转达的 行 那也是辛苦小伟 现在的话可以去休息了 感谢 感谢小伟接着我们下访 拜拜 辛苦了 谢谢 拜拜